谢谢Eyes Paper 那接下来是我们推荐人 要做选择的时候了 想要跟Eyes Paper 进行联名合作的话 就打开你们的小本本 写下自己的名字 好 怎么样 刚刚这首歌 是不是看到了 不一样的Eyes Paper 我觉得看的是 一样的Eyes Paper 因为他非常之聪明 然后因为 《艾勒罗曼斯》这首歌 已经听过一万多回了 然后中国人 会谈《艾勒罗曼斯》的 我相信比西班牙人还多 就是 但是 是不是 所有学籍学籍的人 第一首歌都学《艾勒罗曼斯》 从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之前也老说 我其实写歌就需要一个念头 所以我觉得 Eyes Paper的那些念头 还有它这些 常年我们习以为然的这些东西 它居然能变成 它写歌的一些元素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音乐人 最应该 也是最值得去推崇的宝藏 所以说了不起 谢谢大老师 那黄景老师 好 因为我本来是听他的专辑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专辑 然后从他第一期的表现 一直到现在 我是看到一个 一直在家里默默做音乐 但是愿意 现在愿意站在舞台上 想要展现给大家 看更多内容的一个音乐人 然后我觉得音乐人 唱作人其实是需要很多伙伴 需要很多鼓励的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PayPal的伙伴 谢谢黄景老师 谢谢 谢谢 这份爱真的是很真挚了 能让黄景十一老师说这么多话 爱很长 那原本PayPal跟颜泽欢的组合 叫十平米嘛 对 十平米 所以其实加上我的话 它就是十一平米 连名字都想好了 十一平米 对 十一平米 海权老师 我很荣幸第一次能够听到你的作品 但同时也很遗憾 怎么才听到你的作品 那这次来到《宝藏歌手》 真的让我发现宝藏了 我要用我的选择来表达对你的欣赏 刘伯昕老师 我已经写好了 我想 我很想跟I.S.PayPal合作 谢谢 谢谢老师 黄景老师 他的眼中充满着杀气 但是我也要先写一个名字 仪表支持 谢谢 我知道前面很多老师选了你 我知道几率不大 但我还是写了自己的名字 表示喜欢 支持 还有感谢 谢谢陈寗老师 谢谢 我们两个真的好多年没见了 是的 老朋友吗 好久不见 我们有七年没见了 对 七年 对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变得更厉害了 真的 然后所以表达我对你的支持和喜爱 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是场上首次出现了 这么多位推荐人老师 想要争取同一位宝藏歌手的联名舞台 那也就是说 接下来争取的机会 将要在其余的几位老师中产生 对 陈寗老师怎么办呢 这人这么多呢 我会觉得 虽然大多数老师都选了跟Ice Paper合作 但我个人倾向于 希望看到Ice Paper和黄景的合作 因为Ice Paper 他的音乐里那些宝贵的 闪光的那些东西 很有可能在跟黄景合作的过程中 产生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对 谢谢罗老师 那其实做音乐呢 本来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于未知感 就是每个人 其实都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该被别人的这个建议 或者是意见去束缚 所以不知道有句话当简不当假 就是 月老的话不一定要听 我 讲狠话 难得一见的场面 黄景老师要讲狠话了 对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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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森老师您是来助攻的吧 对 我就是想让他说出这句话而已 怎么办 Ice Paper你要谁 首先还是谢谢所有的老师 第一个要谢谢的是大张伟老师 对 因为其实我的第一轮是大张伟老师作为这个主推选人 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老师也给了很多的鼓励 但是 一个吃醋的男人 他要那个男人一直在等那个但是 对 但是 我心里的答案是 黄景老师 黄景老师 行啊 两情相悦 黄景老师是我心里真的非常尊敬的在国内的宝藏制作人 也非常感谢黄景老师刚才提出了一个想法 能够让我换一种方式在这个舞台上 和我的好兄弟 再次合作 对 太期待了 十一平米对不对 十一平米 好 让我们期待黄景老师和Ice Paper的联名舞台 一起期待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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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